我小姑子心淡如菊 不争不强 她老公出轨闹离婚 我为她争取百万家产 她却说我 性格要强 丢了脸面 遭遇理财诈骗 我劝她理性投资 她说都是亲戚 没有那么多心思 转眼就把钱送了出去 小三找上门 老公要和我离婚 我是死捍卫主权 她却说小三可怜 给了人家十万块 她处处得了好名声 我却里外不是人 恍惚中我失足跌落水中 当场溺水身亡 再睁眼 我回到了小姑子回娘家 哭诉她老公出轨的这一天 好了好了 先别哭了 是婆婆的声音 她一手拿着一杯水 一手轻轻地 拍着不停哭泣的女儿 安慰着她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恍惚中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 嫂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呜呜耳边突然响起声音 把我拉回了现实 沈家琪哭得梨花带雨 那模样着实可怜 这一幕和前世一模一样 有了前世的种种 这次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劝她了 这 我也不太懂我皱着眉头 还是装出心疼她的样子 妈 你说这该咋办啊 我看向边上的婆婆 把问题抛给她 婆婆眼见 我把问题还了回去 目光愣了一下 她大约感觉我不应该这么说 换作是以前的我 肯定会替小姑子打抱不平的 就在这时 我老公沈家阳得到消息 也匆忙赶了回来 我立马拉着她说家阳 你赶紧想想办法 你看着我太了解 沈家阳了 她没主见 家里大事小事 都是我在操心 果然 沈家阳面露难色 半赏才磕磕绊绊的说 家琪 要不你跟妹夫再好好说 毕竟还有一个女儿 沈家琪看着她哥还在获悉你 哇的一声哭得更大声 婆婆立马反对 不行 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绝不能再回去受这种委屈 我自然顺着婆婆的话说道 妈说的对 沈家琪见娘家都支持她离婚 她也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 哭声小了些 可是我没钱 没工作以后 怎么养女儿啊 话落 沈家琪的目光看向了我 原来 她也知道没钱没工作 是没法养孩子的 上辈子为了维护人设 一切都让我来做了 这辈子 我装作什么也不懂的样子 硬是半天不接她的话 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们离婚了 她当然要给你抚养费了 法律上可是这么规定的 她要不给 我们就打官司 沈家阳虽然有点怂吧 但是也不傻 还知道鼓励自己的妹妹 去要抚养费 啊 打官司 要闹这么大吗 我和她好歹是夫妻一场 就这么撕破脸皮 也太不好看了 你和大家还怎么见面 沈家阳那套不争不抢的样子 终于又来了 沈家阳先是一愣 然后说道 你傻呀 你们是夫妻 钱是你们两个人的 你大哥说的对 他都出轨找小三了 你还跟他谈什么四气侵奋 你呀 就是太软弱了 紧接着 婆婆又立马补充道 呦 感情沈家阳和婆婆 还知道离婚后 要知道争离婚费 上一辈子 沈家阳说不要这些 他们不是还夸沈家阳人品高洁吗 我说要争 反而骂我势力 见钱眼开 沈家阳被围攻 眼泪又掉了出来 转头看向我 嫂子 你说呢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你们好歹夫妻一场 虽然离婚了 但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 日后要见面的 可不要为了一点钱 就伤了和气 我冲沈家阳笑笑 听到我的话 沈家阳神情一僵 可是我没钱的话 就没法养女儿了 沈家阳又嘟囔一句 听到这 我突然明白了 沈家阳不是不想要离婚费 只是她想要一个人 帮她出头去要 上一辈子 我已经傻过一次了 这辈子 我就要看看 她如何维持 她人淡如居的人设 没钱可以工作 没工作可以找工作 独立自主起来 说出去 别人都会夸你的 沈家阳看着我愣了愣 半上才从嘴巴里 吐出几个字来 我觉得嫂子说的对 这个钱我不要 你傻了吧 婆婆听到后期的直戳 沈家阳的脑门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女儿 沈家阳又被指责的哭哭啼啼啼起来 我没了看戏的心情 随便找一个理由离开 你也一起去吧 沈家阳被派来当说客 对我说 啊 我今天实在是没办法请假 客户跟我约好了谈项目 我一脸惬意地说道 因为事先知道他们的计划 我早就提前跟客户约好 谈一个合作项目 接着我把手机上和客户聊天记录 给沈家阳看 表示我没撒谎 并小声地对她说 老公 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出面比较好 你和妈去行吗 你想想 如果我也去 到时候人家说我这个嫂子小气 怕被小姑子拖累 所以才一起替姑子争财产啥的 我是不是会跟人说闲话 沈家阳听我这么说 也无话可说 算是默认 还替我说了句 工作太忙就算了 之后 他和他妈带着沈家琪一起出门了 我啥也不管 直接去上班 晚上回到家 我看到沈家琪已经把他女儿也带回来了 看样子是谈妥了的 我阳装关心道 谈得怎么样 怎么说 婆婆回答说 男方一假意要征养儿抚养权 之后和他们吵了一假 拉扯了半天 最后说同意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但是钱只能给了万 并且孩子接后的抚养费都包含在里面 还说这几年都是他一个人 挣钱养着他们母女两人 沈家琪一天半都没上 给万你是人之意尽 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句话 结婚时一句 我养你 离婚时一句 我养的你 爱你时 什么都是你的 我爱你时 什么都不是你的 良心这东西 爱的时候有 不爱的时候连扎都不省 扎男知道沈家琪最看重女儿抚养权 故意拿这一点来威胁他们 这晚跟上一世 我帮她争来的离婚财产一半都不到 听着我们的谈话 沈家琪坐在沙发上 憋着嘴 似乎一脸的委屈 没说任何说话 见我瞅着她 她的表情一下变得很不自然的扁了扁嘴 眼神多闪开 委屈吗 当然 因为听说小三怀孕查出肚子里的是男孩 如果不把女儿的抚养权夺过来 以后孩子在后妈那里 势必没有好日子过 只是何必非得隐藏着 装出性格淡漠如菊 不争不抢的模样呢 真是可笑 好了 现在如愿得女儿抚养权 别的什么都无所谓 应该开心才对啊 沈家琪离婚后 就待在我们家里也没出去工作 婆婆怕她心情不好 会想不开 于是找来了沈家琪的表姐江燕来陪她 江燕年长沈家琪三岁 据说他们两个从小一起玩到大 感情很好 沈家琪是个很好拿捏的人 因为她爱面子 即使有什么想法也不敢直接说出来 任何一个人和她相处都不会有啥矛盾的 自此江燕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 偶尔就会时不时留下吃饭 这天在饭桌上 她就提帮沈家琪的万拿去 给她老公的朋友去理财 说可以赚取不少的利息 江燕的老公是某公职人员 有一定的权限和人脉 所以她信誓旦旦的说 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并说他们家自己也拿了大几十万 在那挣利息呢 她还说正因为是自己的好姐妹 才会跟我们分享 换作别人 她是断断不肯的 上一世 沈家琪的钱就是这么对骗走的 那时我还劝来着 结果被沈家琪和婆婆骂的狗血领头 一 江燕的朋友还会送些利息来 说那是理财赚到的钱 沈家琪就会拿着那些钱 在我面前挖苦我 嫂子 反正这心确实可以有 但是大家都是亲戚 应该先连着心才是 像你这样无端猜测别人 会伤害亲戚的 可小半年 送钱的人再也没来了 而江燕那个所谓的朋友也消失了 得知上当受骗后 沈家琪都有了想死的心 说我好心把她拦下来的 现如今 又重来一次 我倒看看没了我的阻拦 沈家琪最后会不会死 佳琪 说话呀 你看着你嫂子做啥 江燕用手敲了两声桌子 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 回过神来的我 一心干犯 直接无视某人的头来的目光 什么话也不说 嫂子 你说这能行吗 沈家琪最终还是开口问我 理财产品这种事 我哪可能懂 我就只在电视上看过 你问我等于白问 我微微一笑 接着吃饭 听了我的话 沈家琪神情危疆 理财产品不都是在银行买吗 在外面买的也行吗 原来 沈家琪自己也知道 高回报的理财产品是骗人的 只是她不想得罪人 想让我来当这个挡箭牌 这不是你表姐夫的朋友吗 这要是外人 可没有这个门路 江燕回答她 沈家琪被这句话堵住了 但想说不出来 眼见 饭桌上没人再提出疑问 江燕继续给大家讲 这个产品的好处 一顿饭的功夫 她完成一场策划已久的交易 沈家琪当即答应 第二天把钱取出来 拿去理财 江燕没开眼笑 细事淡淡的说 放心把钱交给她 绝对会挣得盆满钵满 等到沈家琪的钱 被骗得一干二净 我就看沈家琪 还怎么和她表姐当对亲戚 沈家琪为了表示 自己对江燕的信任 把离婚拿到的万都拿去理财 身边仅有的几千块 很快就花完了 婆婆明里按理的说她 不该把那么多钱 都拿去放高理财 整个现在自己都没钱可用 直接叫她 赶紧去找份工作 沈家琪大学毕业着结婚 哪里吃过工作的苦 找了一个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恰好这时 江燕带着沈家琪理财的利息来了 整整五千块 一个月赚取五千块的利息 是非常高了 一时间 江燕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 婆婆非常殷勤地 去买了鸡鸭鱼肉 要请江燕吃饭 半路开香槟 后面有的哭咯 我在一旁 表面上露出羡慕的神情 还是表姐和表姐夫厉害 这作者收钱的好事 只能你们这些 卓尔不群的人才能想得到 江燕听不出我在暗讽她 更是得意地拿着鼻子 看我那是当然 现在相信我了吧 怀悦 你要是也想参与的话 我再去和你们姐夫说下 应该也是可以 我忙说不用 不用表姐夫费心 我就那点可怜的工资 还不够自己花泥 表姐 我嫂子那人平时谨慎得很 谁都不相信 但她理财就算了吧 沈家琪在旁阴仰了我一句 那就没话说了 江燕看了看我 耸了一下间 满脸的惋惜之情 似乎我就此错失了几个亿 我强压着内心 想嘲讽他们几句的冲动 最后还是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 随即找了借口说要出门一趟 懒得多跟他们废话 让他们现在多笑会吧 要不然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我得好好计划 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上一世 我是在帮沈家琪 讨回部分放力的前后没多久 才发现沈家阳出轨的 那时 我的女儿都已经一岁多 也就是再过两个多月 我有可能就怀孕了 首先得去医院开个证明 说身体有样 暂时不能同房 不能怀孕 等调理好身子才可以 再者 好好查查沈家阳是什么时候出轨 顺便把证据收集好 记得当时被我发现他出轨时 他还死不认账 也不承认 更不交代啥时候小三走到一起的 这一次我必须来个现场桌奸 很快 我在医院找到大学同学 帮我开了证明 沈家阳也没有怀疑 说让我安心养好身子 等身体养好 再考虑要孩子的事 而沈家琪 她后来又在婆婆的劝说下 连续应聘几家公司 还是没有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最后 她就干脆坐在家里 拿每个月几千块的利息过活 但后面第三个月 到了拿利息的日子 江燕没来 是推迟好些天后 直接用微信 把钱转给沈家琪 算着时间 应该是理财的朋友跑路吗 这天 我刚睡醒 一下楼就看到江燕提着 大包小包的东西走了进来 自打江燕来我家后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她提东西上门 想来 她是来通知沈家琪前 被卷走的日子 我立马回到房间 换了一身大红色长裙 画上一个美美的妆 前去看戏 不知情的沈家琪和婆婆 开心的跟个傻子似的 因而 今天来这么早 又买这么多东西 是有什么好事吗 难道是理财那边赚了很多 婆婆向来不会脏话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沈家琪这回又显露出 她信誕如曲的模样 妈 钱都是死物 赚多赚少没有关系 重点是 表姐能常来看你 听听 钱不重要 行 等会就看你怎么哭 江燕面对两人 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大姨 表妹 我来我来是想告诉你们 我老公的那个朋友 她突然联系不上了 什么叫突然联系不上了 出国了吗 婆婆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重要性 江燕看着婆婆 面露难色 不是 她跑了 婆婆尖叫 跑了 那 那钱呢 我们家那四十万钱呢 四十万 沈家琪不是只有三十万吗 钱 钱没了 江燕说到后面没了声 没了 老天爷啊 那可是我的养老钱啊 婆婆一下子发出激叫 哦 原来多出来的十万 是婆婆的钱 沈家琪脸色一白 勉强地维持着自己的形象 江燕不敢看她 已经报警了 可是警察说 这个钱很难追回来了 一听这话 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 钱没了 我不活了 我死了算了 沈家琪彻底装不下去了 哭了起来 这个钱 可是以后南南读书的钱 钱没了 我该怎么办啊 家里顿时乱作一团 江燕则趁机溜走了 瞧 这就是沈家琪口口声声 要维护的亲戚 面对婆婆和沈家琪的 抱头痛哭的场面 我一点也诧异 要知道 上一世 沈家琪被骗的何止三十万 不过 那是由我忙前忙后的 帮她追讨这笔钱 最终没有落得一个 血本无归的下场 可这次 我连福都不想扶她一下 沈家阳这个时候回来了 看到婆婆和小姑子抱在一起哭 有一个欺负了他们 上来就想找我理论 我很无辜地解释了 得知事情真相后 沈家阳也只能劝解婆婆和沈家琪 妈 别哭了 万一警察有办法呢 婆婆搂着沈家阳哭 要是说 沈家阳有些生气地迅斥起了沈家琪 这件事也怪你自己 当初你要不是信了表姐的话 非要去弄什么理财产品 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还让妈和你一起弄 我觉得沈家阳这话没说错 可沈家琪却接受不了了 但她又不想得罪沈家阳 只能掉转枪头来指责我 当初我理财的时候 我也问过嫂子了 嫂子她没有阻止我呀 这也能攀扯到我得身上 厉害 妹妹 这事情怎么怪嫂子我呢 当初是你说亲戚心连心 不应该防备 会伤得亲戚啊 沈家琪听到我把之前的话 都原封不动还给了她 目光一震 她大致想不到 我会这样和她说话 要知道 当初我对她 可是掏心掏肺的好 只要是关于她的事情 我试试抢在先得为她考虑 我那样做 是真心把这家人当家人 可人家当我是排头兵 炮灰 我 都怪我食人不清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沈家琪想了想 突然转身就跑上二楼的阳台上 不过临上楼前 她还特意看了我 咋地 还想让我拦着你吗 上辈子 她也是这样 想要跳楼自杀 但最终 我拦着 没让她死成 这次 我选择站在楼下 我倒要看看 她会不会为了这三十万跳下来 沈家琪在楼顶待了半个小时 到底是没有勇气跳下来的 她这样闹 无非就是想 有人给她一台阶下 突然好想笑啊 不是淡然如菊 不是不是人间烟火吗 沈家琪的闹剧 终于靠一段落了 接着就是沈家阳这个狗男人 沈家阳在前些天 参加了同学聚会后 就像变了的人 每天穿的衣服 都得挑半天 哪像以前起床 穿衣刷牙几分钟就解决到 甚至偷偷喷我的香水 看她这样 我知道 她的出轨了 上一世 我因为当时刚怀孕 头几个月孕吐很厉害 有的睡就睡 时常很疲惫 根本无暇顾其他 后来肚子月份大了 到各种胎教课 和学习各类孕儿知识 孩子生下来 我都是亲力亲为 经常累得一到晚上 爱到床版都秒睡的那种 以至于完全没有察觉到 沈家阳早就有了二心 重来一世 我还没有孩子 我有足够的时间 跟精力来应对 她是如何一步步 慢慢变心的 这天晚上 等沈家阳睡着后 我偷偷看了她的手机 在其微信里 我看到她和一个女人的聊天 特别频繁 不过没什么过分暧昧话语 聊得最多都是 校园时期的一些回忆 还有日常生活的小琐事 就如 今天天气很好啊 也要发一句 如 中午食堂吃到什么好吃的 什么难吃的 都要分享一下 更有刷到什么有趣的新闻 也要分享给对方看一下 再你一句 我一句的探讨一番 能看得出 沈家阳学生时代 应该是喜欢过对方 聊天中她侃侃而谈 风趣幽默 这都是我很少看到的一面 就好像 好像热恋中的男女朋友 话里话外都能感觉到 彼此当时美美的心情 这简直是沈家阳的第二春啊 我倒想看看 她能开出什么花来 其实我和她 也不是没有感情 只是上一世一流的记忆 让我差点忘记 我们也有曾经 记得两年前 也就是沈家阳她爸 刚过世那回 我意外救了她妈 也就是我婆婆 据说公共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 意外离世时 婆婆伤心的几天 几夜没喝眼 饭也不怎么吃 直到公共下葬后 看大家都很担心婆婆 婆婆强颜欢笑 说自己没事 为了证明给大家看 第二天 婆婆撑了不适的身子去买菜 说是人已逝 活人还得继续 结果在菜市场晕倒失去意识 路人都纷纷打 我见救护车没那么快到达 直接把电话给我的 医生同学问她 我是不是可以先做些什么 同学现场做了一番询问 后面教我掐人钟 掐好一会 婆婆终于醒了过来 后来救护车来了 做了简单的检查 说她估计是这几天太过疲劳 没休息好 最后医生还是建议 她到医院再做个详细的检查 婆婆说 她就带了几块钱买菜的钱 一番思考过后 我陪她去了医院 交了钱 同时她也打电话 让她的儿子沈家阳去往医院 之后不知道 是不是在婆婆的措失下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沈家阳对我各种示好 当时我的认为 沈家阳应该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对我好 我一度对她只有客气而疏离 直到半年后 我突然改变了对沈家阳的态度 那是因为我意外摔伤了腿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 回家又休养了半个月 那一个月里 沈家阳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打动了我妈 也让我有点心动了 当时总感觉她心思很单纯 没有别的男人那么多的花花长子 很多时候任何事 沈家阳都听我的安排 可以说她没什么主见 也许曾经有个强势霸道的父亲 才造就了她兄妹俩 有点讨好心人格 总是迎合他人期望 而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埋藏在心底 结婚将近一年 我们夫妻间从来没有吵过架 每次我心情不好 或者情绪很糟糕的时候 他都能给我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所以我从没想到过这个世事 都听自己老婆的男人 也会有变心的一天 想来感情本就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多少夫妻经历生死相扶 相隆以沫之后 照样还是会变心 我只不过是不幸地 成为当中的一位白了 接下来 根据我那几天的观察 发现沈佳阳和那个女人 估计还没到那个地步 毕竟她也不是冲动型的男人 主要也是胆不够肥吧 就让他们先处着吧 等到情真意切的时候 才能伤得更深 几个月后的一天 我看时机已然成熟 决定出手 这天 沈佳阳又发了消息说 晚上要加班 我顺藤摸瓜 查到了他酒店早已经开好的房 晚上下班 我早早地蹲守在酒店等着他们 果然没多久 就见他们俩一同进了酒店房间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 我叫上我事先花钱 请来的两个壮汉 一把撞开酒店房门 两人在床上赤身摩体的 干着苟且之事 见到我们的倒来脸都吓得白了 沈佳阳更是颤微微地跪到我跟前 请求我的原谅 我平静地说道 想要我的原谅你 也不是不可以 你先把衣服穿好再说 沈佳阳穿好衣服之后 我跟他说原谅你可以 你只要打这个女人的耳光 我就当今天什么也没看到 沈佳阳瞪大眼睛地看着我 进而又看向床上的女人 看得出她很震惊 我竟然能如此轻易说 原谅她 可是让她打那个女人 她好像又有点下不去手 此时他们正是你弄我弄之时 我对自己想到的招数相当满意哈 犹豫了一会儿 沈佳阳还是走到床边 抬手扇女人耳光 女人被扇了几个耳光之后 双眼蓄满泪水 委屈哀怨地看着前一刻 还把自己捧在手心的男人 沈佳阳估计是心痛吗 伸出去的手平顿在半空中 愣住 要我教你吗 我直接上前去使出全身力气 狠狠地甩她两耳光 把她拍醒 之后她才用力 哼 哭吧 当小三 破坏别人婚姻 我会让你哭很有节奏 大概女人被打痛了 不甘心 还手 很快两人扭打在一起 看到如此混乱的场面 我笑了 想来也没那么爱嘛 有人说见到三儿都恨不得 把她暴打一顿 有的人又说 更该打的是男人 所以男人我来打 小三留给男人打 打在脸上 痛在心里 那滋味一定特别爽哈 哥呀 我数着呢 一个都不能少 我在旁边扇着风 就差点火了 男女力量悬殊太大 女人衣服又还没穿好 无法完全展开手脚 所以沈家阳轻轻松松站了上风 好了 我要的效果已经达到 收工 我要离开的时候 沈家阳还处在那里 我给她一个眼神 她立马巴巴地跟着我一起走 哼 我可不能让他们有死灰复燃的机会 回到家之后 沈家阳被婆婆狠地骂了一顿 我趁机把沈家阳的被子枕头 丢到客房去 沈家旗则跑来替她哥说话 嫂子 你也知道我哥的为人 她一定是被外面的女人给骗了 嫂子 我哥已经意识到错了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沈家旗 那你当初怎么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接着过下去 而是哭闹着离婚呢 我冷冷地说道 还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将怀孕恨不得让她立马闭眼 我因为她 她都怀孕了 沈家旗许是被我愤怒的神情 吓到 话都说不好 你意思是 小三怀孕了不能原谅 还没怀孕就值得原谅 抱歉 沈家旗 当初我忘了告诉你 即使小三怀孕也是可以原谅的 让你错失一个原谅渣男的机会 我很遗憾哈 我气笑了 想无底线地原谅渣男 那就等着让她无底线地伤害你吧 我可没那么傻 第二天 我找律师起草离婚协议 清算结婚后一年里的所有收入等等 在此前 我把工资卡里的钱都取出来 买大量的黄金饰品 把他们寄存到我妈那 为离婚做准备 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 我怎么算 也没算到沈家旗会出事 三天后下午 我在办公室里 接到沈家旗打来的电话 嫂子 我哥出事了 你快过来出什么事 我很忙 晚上下班回家再说 嫂子沈家旗话没说完 手机被他妈抢了去 我婆婆哭着说 她儿子快不行了 让我赶紧到医院去 早晨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不行了 好吧 我去看个究竟 到了医院 我才知道 沈家旗真的不行了 伸中刀 最魁祸首竟然是 她在外面的那个女人 没多久 我还来不及问清 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在医院 直接被帽子叔叔带走 配合调查 在警局 我终于大概了解到了 事情的真相 据说沈家旗外面的女人 叫周晴 她就是沈家旗学生时代的 白月光 几个月前 他们两人通过同学 就会重新联系上 届时 周晴已经是结过一次婚 离婚的状态中 他们从一个聊天闲聊 到后面的酒店开房 一切看似水到渠成 甚至还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估计是上次 沈家旗给他个耳光后 他觉得自己 受到了奇耻大乳 所以在约沈家旗出来时 他在身上戴上水果刀 按警察的推理 周晴 趁沈家旗毫无防备 从背后下的手 等到反正过来后 争斗一番抢过刀 他也身重数到 帽子叔叔询问 我们最近的夫妻之间关系 还有外面那个女人的一些情况 我把该说的都如实交代了 在警局做完笔录后 我回了医院 沈家旗还在手术当中 半个小时之后 手术试得灯灭了 医生从里面出来 一脸沉重的摇了摇头 婆婆瞬间哭得撕心裂肺 而我麻木地呆住 仿佛这一切不是事实 我只不过想惩罚一个 出轨男人的不耻行为 想斩断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而已 没想到话说 婚来情是一种见光死的感情 还真是见光死啊 如果沈家阳要是提前知道 她会死在她的百月光刀下 她会不会后悔呢 好遗憾啊 她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周晴虽然也是身中数道 但是都不是要害之处 只不过下半生 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据说脊柱伤的最重 以后都无法站立 好像脑子也有点不清醒了 经常发疯抓狂 医生时常要给她打针定剂 才能安静下来 沈家旗听到这话 甚至觉得周晴可怜 不知道从哪找到十万块 给了周晴 看来沈家旗的脑子也是坏掉了 料理沈家阳的后事这天 妥婆请了一帮亲起来 帮忙 处理完一切后 我们一起吃了饭后 我就回房间休息了 事后 我发现我的车子不见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 我问沈家旗 我的车呢 她说被两个小表弟开走了 我的怒火瞬间被点燃 生气大吼 你不知道他们两个刚才喝酒了吗 你竟然还把车借给他们 我说要是在我手上 他们怎么开的呢 她小声地回答说 怕打扰你午休 把我哥以前用的备用钥匙给他们了 他们这两天帮了那么多忙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嫂子 我 他们说他们只喝了一点点而已 沈家旗极力解释 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 上一世 我是在发现沈家阳出轨 并跟他大吵离架之后 摔门而出后 沈家阳两个表弟刚好到家里借车 他直接把自己的备用钥匙拿出来 将车子借给他们 他当时知道他们喝了酒 以为没喝多少 为了面子 他故作大气地倒车子借给他人 没曾想酒驾最终凉出大货 车子飞下高架桥 两人当场死亡 交警来找我 我说了我不知情 他说要找到证据 事情在还没调查清楚 婆婆的妹妹带着人 把我堵在偏僻的小路 直接把我逼进了水池中 溺水深微 生前的最后一刻 老人家歇斯底里的冲我喊着 杀了 我也解除不了他心中对我的恨 因为那可是他唯一的两个儿子 两个刚成年了的儿子 而我何其无辜 做了他人的替死鬼 我的女儿还那么小 时时刻刻都要缠着我 我就这样离开了 从此他饿的时候找不到我 睡觉的时候找不到我 他该扣多伤心啊 重来一时 再要有事 我一定得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不等沈家齐话说完 我立马拿起电话 边给交警打电话 边跑出门打车 在路上我用手机 查到我车子点位的地方 刚下地势 我就接到电话 你好 请问是个车主吗 我是交警大认识的 好的 我马上到 挂完电话 我随便到达车祸现场 远远的我就看到一地狼藉 消防人员和救护车医生 都在现场施救 顿时我心生悲凉 仿佛心头被重重的石头压着 让人喘不过气来 曾经一度希望这一切能改写 没想到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我走到交警身边 说了自己的身份 其中一位交警 对我做了些简单的询问后 让我随后立马到交警支队 做详细笔录 之前有打电话的报警记录 交警说 虽然我是在不知情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因为车子是我的 我还是有一定的责任 比如没把备用钥匙收好 所以我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给家属一些金钱上的赔偿 报保险是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他们酒驾 我也只能处于人道主义 拿出来五万 让交警出面交给对方 后来我听说 不知道是不是嫌五万太少 还是因为一下失去两个儿子 给他们的打击太大 他们当场大闹 还扬言一定会为两个死去的儿子报仇 晚上躺在床上 回想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 身心疲惫 直到天蒙蒙亮 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小会 没多久我就醒了 望着天花板 感觉灵魂都被掏空 似乎只剩下一具空壳 在机械的运转 我决定好好休息一下 于是我和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简单拿了几件衣服 就回了我妈家 在我妈家的前两天 我除了吃饭 别的时间都在睡觉 我把自己扔在床上 希望暂时远离沉销 找寻那一份久违了的安宁 结果第三天一早 这份难得的安宁 很快被一个电话划破 电话是警察打来的